現切溫體牛肉片 淋上由洋蔥 蘋果及牛骨 熬成的高湯 牛肉湯準備上桌 粉紅鮮嫩的牛肉 這一碗是台南人 最愛的庶民小吃之一 一聽到明年 因為紐西蘭牛乳零關稅 未來想吃這一碗 恐怕會更貴 民眾反應如何呢 200內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看它的量 如果超過兩三百塊的話 我可能就比較酷又不良 現在趕快多吃一點 先把明年都更吃 我很怕說那個牛肉湯 去拿很麻煩 像我們這個 一個禮拜吃三、四、四、四 對我來說是很大 台南人一週喝兩到四次的牛肉湯 民眾聽到這消息 大碳荷包又要輸水了 以之前牛肉湯店為例 業者每天叫計程車 把溫體牛送進店裡 提供最新鮮的牛肉給顧客 肉品來源就是乳牛 2025年起 紐西蘭牛乳進口零關稅 消息落農可能一一退場 消息落農是 他們兩隻出來的時候 變成說他們會自銷 所以他們就開始 現在已經慢慢開始退場了 業者說目前台灣溫體牛 成本一斤五百元左右 未來落農減產的話 可能會漲到一斤破千元 所以未來的一至兩年 我們溫體牛肉 它上漫一台間是八百到一千元 也有可能變成是精品化 也就是說它不會再是庶民的小吃 而是有錢人家在高級的餐廳 才有辦法吃到屬於台灣牛的溫體牛肉湯 落農減產 溫體牛肉的供應量就變少 台南牛肉湯明年起寒漲 看來是早晚的事 未來這庶民小吃 可能變成精品小吃 愛吃牛肉湯的民眾得有心理準備 東森新聞黃蟲群 在台南的採訪報導